大家歡迎收看這節的《即市攻略》 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邀請你安努 頭的Kan 安努 我是子彤 我都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你可以打來204-6566問來專家意見 或是將問題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是WhatsApp-971-4200給我們 Facebook上都是上直播 大家可以按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會盡快解答大家 我先和大家看看最新的走勢 恆指跌多了 暫時跌193點 正在27747點 國企指數跌85點 最新正在10607點 大肆成交702億多 先和Arnold 輕輕說一下市場 現在暫時穿了28000 如果看圖來說 走勢都是一般的 後市怎麼看呢 如果下到甚麼位置才有比較大的支持呢 其實這一刻真的不會建議 再等甚麼位置去搏反彈 或者看太陽 相反地現在穿了28000 我覺得要下半一早就下半了 這些位置反而開始要 將心態轉回比較審慎 別想見到從高位挑戰之後 馬上可以有發聲勢在這裡 問題其實是市況後市升跌 走勢如何 取決中美貿易的談判 或者真的會不會打貿易戰意 這些是你不能分析的 可能純粹猜猜猜 發生著面別 但問題是現階段 你見到這麼多不明朗因素 當然情況最差的是 爆發一個全面貿易戰 落到去年低位都不出席 但問題是會不會有好消息 令到市況開始有彈 暫時是看不到 你真的要去搏反彈 真的要覺得未來可以升上去 你起碼一定要看消息層面上 開始有些轉變 或者有些特別的啟示 才開始去搏反彈 而這一刻你是見不到的 大家是等一些好消息出來 如果你是盲目地去等 我就不建議了 因為去年實在太明顯 就是大家都是等一些好消息 但等到最終 見不到出來之餘 還會見到內地的經濟數據 未來轉差 而這個情況再次出現的機會 確實是十分之大 所以你又看回到 其實現階段 指數今天不算跌得多 某程度上是靠一些公用股 一些防守性股份 例如一些防抖 例如領戰類型股份 逆市升才能夠減少 抗地力 如果你說 例如跟大市敏感度最高 看一些手機設備信 如果學會一些 豪賭股或者騰訊 那些跌勢這麼明顯的情況下 我相信股額短線來講 未必立即馬上去消化 其實穿了28,000 常常都說 擔心調整勢頭 會落到26,000 都不出結 所以暫時來說 我想大家都是要小心一點 正如上星期所說 因為抱著5、6、7番 身體中心態去看 其實都沒有壞 雖然不知道 不會說很肯定矮 但是暫時來說 弱勢 隨時延續到6月份 都不足以 好 果然大事 這次主要是回答一下 交情觀眾的問題 電話旁邊 林先生在 林先生你好 兩位好 兩位五安 麻煩 想問哪個 那些煤仔 如果忍不住手 14個多萬人罵不罵得過 煤氣 是呀 14個多萬人 14個多萬人買了嗎 沒有貨 會不會跌到這個位 嘩 難一點吧 有19個多萬人 我也想不到有些甚麼 其實你很少有些情況 突然煤氣會有這麼快的調整 其實整個上升形態都維持住了 其實你說 看基本因素沒甚麼特別 最主要是說 避險情緒 一些避險資金 始終是持續流入了下來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 如果你想買的話 我覺得你又等到 可能18元 18.5元 這些位置 你又去播一播 但是你看看圖表形態上面 要落到18.5元 已經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 整個上升形態 是十分明顯 這一刻建議看到可能20元 其實你都是說中長線部署 如果你覺得看一兩個月 我相信不會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至於會不會有甚麼誘因跌下來 除非真的突然間 整個市況明朗化 大家都開始從這些防守性股份 資金流出的狀況 但我想短期來說 發生機會不大 所以不要說14元 我想18元也未必那麼容易見到 林先生除了一隻煤氣之外 你還有甚麼股份想問 恆地 恆地 有沒有貨 還是沒有貨 沒有貨 看看哪個位置 好 都是十送一 馬四叔旗下 恆地 很多朋友都因為貪他可能十送一 或者是 暫時來說 似乎這隻很多人都在說 這隻買不買得過 其實十送一這個因素 我覺得你本身看看是甚麼投資生態 如果你買一隻股票 打算擺十幾二十年 你十送一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你長線投資 公司的業務只要穩定 有一個增長 你會可能受惠這個因素 你收回來的股息 你不會突然變得傻現金 你繼續投資在這隻股份上 但如果你純粹是短炒 我想依然不大 特別以目前這個市況為主 你十送一不會是一些特別大的誘因 至於恆基地產 其實你看整體的走勢 恆基也好 新世界發展也好 收容基地產也好 這三隻本地地產股 其實近期的走勢大致上一致 所以你看看恆基為例 我覺得這一刻我不建議駁住 因為這樣的問題 如果未來中美貿易的狀況 都是再進一步轉測 正如如果真的慢慢地迷向 一個全面的貿易戰的話 其實例如說本地的樓市 我覺得都很難再長期維持一個強勢 順著順勢調整 落到四十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不足夠的 所以暫時這些位置 我也不建議最了 因為我覺得上升空間 暫時應該不會太大 好啊 都是曉林先生的電話 在網仔阿奴的意見幫到你 另外吳小姐都在電話旁邊 吳小姐你好 是的 主持你好 你好 我想問哪個部分 我想問3988 可以因為過幾天就收息 你贊不贊成現在進來收息 你一定有它 是 還有我想問八二時可以在什麼位置入呢 好啊 好啊 先問一下阿奴 內銀股中行買來收息 建不建議呢 其實你說收息之後 基本上股價會隨成飯 所以其實我不建議這樣做 其實這個市貨 暫時來說 我覺得除非你手手上 100%是現金 你沒有任何貨去搜 如果你的現金比例是這麼高的情況下 才會考慮去買一些股票 但是以目前來說 正正常常這樣看 其實都建議是拿著現金 觀察多一段時間 你說未來市況差 老人股就算股值便宜 都還會有調整空間 你說中行隨時有機會 讓你落到3.3 3.2這些位置來買飯 你看圖表形態上面 其實下跌的動力 都相對地比較強 你一日未升穿 這條頸線 即是大約是3.5.5這些位置樓上 一日未上回去 其實還有機會向下視低位 所以你需不需要這麼心急在除淨前買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我覺得以目前的市況來說 應該不會說在除淨前 突然間會有資金移動 這些情況 好 另外還有222 A股 內銀股和A股的關係都非常密切 A股近期都是非常不爭氣的 因為貿易戰之下 南方A50 如果第一注要買 你建議嗎 暫時都不建議股底 因為其實你後市來說 A股或者A50也好 反而相反地 還可能會有一個深一點的調整壓力 剛才說的落銀股 可能跌得相對沒那麼多 但問題是 如果你在未來內地的經濟狀況轉差 或者打貿易戰 整個股票市場氣氛轉差 譬如你講一些券商 或者是之前來檢股 今年升得比較多一點的股份 調整壓力也會相對地比較大 你看回A50的走勢上面 這一刻就比較重要的支持位置 在13.5 這些位置 其實我最擔心就是後市有機會彈一彈 但彈到14.5 這些位置有阻力 再跌下來 這個技術圖面上 就會形成一個很真正的頭肩頂形態 走著頭肩頂的機會 我自己覺得相對地比較高 以量度跌幅去看 其實隨時落到12元這些水平都不足 我覺得222不會短時間 立即跌到12元這些位置 但是暫時來說 我都建議保護官網看到 因為你都不排除有一個長時間的調整 落到這些水平 我覺得是不足夠的 好 又參考阿倫的意見 另外電郵上有個朋友問小米1810 他說今天就出過業績 業績之前能否博得過 現在10元都穿了 我想我就不會建議他博業績 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業績上 其實你也在說 在數據上 都是說自行手機的出貨量 仍然是相對地比較疲 他們現時的小米的自行手機出貨量 很以來的印度市場 在一些新興市場為主 所以相對地跟貿易戰來說 暫時不算太敏感度在 但是問題是現階段你看到市場 資金明顯地從這些高風險的股份 新經濟股 是流出流落的避險板塊上面 你小米的估值其實隨時向下收調 都不足夠的 始終說上次業績強勁只是一次性的因素 今年的業績 其實預料都還會有倒退 這個位置估值 其實向下收調一兩成左右 都不是一件冷事 所以我覺得小米要暫時來說 我想未出業績前不會建議大家去買 而業績的表現上 我都不看得太樂觀 因為其實你說小米現階段唯一的增長動力 主要都是集中在IoT 即是家電業務上面 但問題是 無論看IoT也好 手機也好 或者是互聯網服務也好 雖然互聯網服務和IoT的增長速度比較快 但是看過去幾個季度上 增長放緩的勢頭都是十分明顯 所以你說如果未來即使再有增長 但如果增長放緩的勢頭仍然持續的話 它的估值也很大機會向下收調 好 還有些時間 先回答這個問題 問788鐵塔 走勢似乎都不太好 是不是都不建議撈底呢 都不建議撈底 因為問題是 788始終有個大前提 就要內地的電訊行業5G的發展前景 相對地比較清晰樂觀 有一個清晰的時間表 大家才會覺得788的價值投資會在 但問題是現階段內地的5G 或者電訊設備行業 這麼多不明朗因素下 估值隨時向下收調 機會都是大 其實之前我也覺得有條件 但問題是現階段 你看消息層面上 華為也好 或者很多內地的電訊設備公司 未來與美國的關係會很差 未來可能甚至影響到內地的5G 在投資步伐上 估值順勢向下收調 似乎是在所辣面 我想如果1.8G這些位置 都守不住的話 這些位置其實是開始要考慮止 就不需要這麼心急去買 好 有位朋友問一些內需股的 潤碑291 他說如果相對的市場 似乎都是比較硬正 雖然近期下降了 現在買這一類型內需股 有適不適合呢 這類型股份的防守性 的確是相對地比較強的 現在未來就算打貿易戰 我相信對於潤啤、啤酒行業來說 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 是不是很適合 或者可以未來逆市做好 我想短線的機會倒是不大 反而不如後退一陣之後 開始去搏 這樣會相對地比較好一點 原因就是你看看潤啤 也好清道啤也好 他們的股值相對地比較高 正如之前所說 所有股份都從一些高風險的板塊上流出 這些高估值的股份 都有機會順勢向下調整 只不過那個幅度相對地沒有那麼深 如果你從圖表形態上 你看看潤啤 都在下市一個中期的上升軌 其實我覺得跌穿的機會都大 一旦跌穿的話 我覺得不妨後退 看看有沒有機會30元這些位置再買 好 這次都回答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看看市場 暫時都要跌217.27730 國企指數跌92點 10,595點 大市成交726億多 都說了很多不同的股份 Anon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好 麻煩Anon這麼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 還請再見